大家好,这边是NICE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 开发教程 我们这一节课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四章第二小节 引用扩展模板还有我们的JS 我们来先分析一下模板 我们在模板当中从模板分析来慢慢的了解我们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打开这一个首页的模板 首先跟大家说过首页的模板是我们index.dwt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这种template begin edit 就是一个编辑的区块 一个编辑的区块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 这边是一块 这边是一块 那这个到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编辑区块的概念 接着看 然后我们今天要学的话就是这一个引用我们的JS 还有引用我们的这个扩展模板 大家看到我们引用JS的话只需要用这个行数 然后包含我们的文件JS的这个文件名就可以引用了 假设说现在我们来引入一个叫做test.js test.js 那这个JS是放到我们根目录的JS文件夹下 我们打开文件夹这边有个JS文件夹 在根目录下有个JS文件夹我们打开 然后复制一个叫做test 然后再用我们的编辑器打开 那我什么都不做 只在这边输出一个3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首页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反问我们本地的页面的话是用我们的localhost 对吧 好这边提示了333 说明我们这个test是引用成功的 test是引用成功的 再来输出4x4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非常清楚 我不是骗大家 确实是可以引用到对吧 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原代码 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 在两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刚才用这一段JS呢 用我们的这一段JS 在这个位置 用我们的这个insert脚本 就是我们的插入脚本的这个smarty行数 来引用我们的这些JS 我们总共引用了commonindex跟test 这边就有commonindex还有我们test 他们全部都是放在根目录的JS文件夹下的 全部都是这样子放的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想 一定会有这样的需求 假设说我们这个test现在不是放到JS文件夹下 而是放到lims 我们模板目录 而是放到模板目录这边有个JS 要如何来做呢 假设你有test是放到这边 然后现在test我让它输出一行5 好我让它输出一行5 那这时候这样子引用是没有效果的 没有效果的 我们来刷新一下 刷新 好我们发现555是不会出现的 那这种情况要如何来引用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 然后我们可以用最普通的形式来引用 script type呢 为我们test 然后呢 这边填上我们的lims 然后defalt 里面的JS 然后里面的test.js 对吧 我们用这种最普通的形式 通过这种真实路径来判断我们这一个JS存在 然后用这种普通形式也是可以的 刷新 那我们就输出一个555 说明我们也是引用成功的 大家要灵活应用 不一定我们 不一定我们这一个smarty是怎么引用 我们要怎么引用 我们可以用我们常用的知识来去调用 也是可以的 无碑就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两个也是可以 上面这两个也是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普通形式来 用这种形式来调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把它恢复回去 那这是一个引用我们的JS文件 再来一个是引用我们的扩展模板 引用我们的扩展模板 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扩展模板 假设我们复制一个 再复制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这个test给刷掉了 大家会了吧 刷掉之后我们来刷新 好发现我们这边有三个导航栏 三个logo 还有三个注册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引用一个扩展模板 有些时候呢 我们要把一个公共的部分呢 拆出去 像这种头部 像这种头部 它就是一个公共部分 对不对 公共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想加一个 呃 PageTour 加一个工具栏 加一个工具栏 然后怎么办呢 它是引用我们Labority里面的PageTour 那这一个文件的话是我们新增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模板目录下去加这个文件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模板目录 打开之后呢 找到我们Labority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才叫做PageTour 叫做PageTour 好 我们用这个打开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输出一行 哈哈哈哈 好 这个样子 我们来刷新 好 我们看到这边就有一行 然后我们内页也是有 内页没有 因为我们只在首页调用 假设我们内页也要调用呢 像这个是分类页 分类页也要调用 如何来调用呢 也是很简单 直接打开我们的分类模板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是Category.php 所以我们要打开Category.bwt这个模板 好 所以说 PageTour文件跟我们的模板文件是一一对应的 好 然后我们直接加在这边 这边出现一个哈哈哈哈 对不对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扩展模板的好处 好 扩展模板好处 其他的话应该就没有了 就这两种形式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引用我们这种扩展模板 引用我们这个扩展模板 是怎么来引用呢 在我们后台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后台 我们先关闭一下验证码 我不喜欢每次都在书太麻烦了 我们找到系统设置下面有一个验证码管理 我们把这个后台登录全部给删掉 然后再轻空缓程一下 下次进来就不需要了 然后刚才我们讲到什么东西 扩展模板 扩展模板在我们EC-shop后台管理呢 叫做库项目管理 叫我们的库项目管理 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有增加一个什么东西 Page Tour 对吧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这边没有新增的 这边没有新增的 没有新增那就没办法了 那当然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这边会有个提示是怎么来显示的呢 假设我们要给这个Page Tour 突然加上一个这种页面提示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不知道如何来查行 没关系 很简单 我们搜一下关键字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语言都是放在语言包里面的 这些项都是放在语言包里面的 我们找一个这种 购买过此商品的人 还购买过其他什么商品 然后我们找到这一个语言包 然后找到我们的中文 然后它是后台文件 所以是找到后台来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酷项目 叫做Template 对不对 右键打开 它是Template 所以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的Template 找到之后呢 我们来搜一下这个关键字 好在这个位置是有的 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个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最后面 TemplateLabs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叫做PageTour 叫做哈哈哈哈 我们也是给它加一个哈哈 对不对 然后刷新 好 我们这时候呢 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页面的说明 哈哈 对不对 都是这么来加的 非常简单 然后假设说我们现在一个酷项目已经加好了 以后就不需要天天来修改模板了 我们直接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玩之后 呵呵呵 好 点击确定 酷项目已经更新成功 对吧 然后 然后前台我来看一下效果 哈哈哈哈呵呵呵 对吧 这个也是哈哈呵呵呵 好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引用扩展模板给引用阶磁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 大家去掌握一下 那还是一样把我刚才做的例子做一遍 好 这节课的话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讲 Kylie 好 来吧 来吧